再来看到资深艺人杨烈卖出卖出了官司 主要原因是他在天母一处房产以3700万元成交 但是呢新任屋主接受之后开始帮房子装修 发现屋况不太好钢筋外露而且袖石严重 那一测之下才发现原来杨烈这间屋子是海沙屋 因此将他告上了法院 并且呢向他要求减少价金887万元 不过今天杨烈出庭的时候 当庭也说愿意原价来购回天母这一处的房产 或者是说以350万元的和解金跟原告来和解 但是原告拒绝了 刚开完庭跟着律师一起走出来 资深艺人杨烈露出无奈笑容 挥挥手不愿多谈细节 日前演出八尺门的辩护人反派演技受到肯定 而他这次会出现在法院 是因为卷入卖房争议 会不会觉得自己其实也蛮衰的 因为海沙屋也不是自己知道的 这处位于台北市天母的房产 杨烈约在15年前购入 当时就是买3000多万 而日前爆发养哥争议之后决定卖房 邻居透露他这次卖出可能还稍微小赔 原来杨烈在日前是以3700万 卖出他的位于天母的这处房产 但是新任屋主在接手之后 装修时意外发现这边是海沙屋 因此一状够上法院 就像这样不止墙壁崩落 钢筋海外漏 天花板的梁东缺一块西缺一角 连管线都看得到屋况实在很糟 而根据石家登陆的资料 这处37年的公寓 五房三厅共75.39平 以3700万卖出 每平49.1万 但新屋主得知买到海沙屋 找人检测 发现氯离子含量过高 混泥土抗压强度不足 影响结构安全 提购要求减少价金887万 杨烈律师向法官提到 他们愿意解约买回 或以350万和解 但新屋主不考虑 表示还是希望拥有该房屋 毕竟花了心力看房 但也在缴 不愿前功尽弃 只是邻居也透露 住宿社区刚盖好时 就被发现这边是海沙屋 现在准备都根 却因为名人卖房挨告 再受关注 TV月讯 蔡明宣官也太有了 好 三千七百万的房子 对于很多人来说 已经算是毕生积蓄 都难以到达的资产等级了 我们线上也有很多网友说 Visitor说钢筋外露 自己不知道吗 威林也说买到海沙屋的话 真的会觉得有点衰 所以我们社会大搜查线 我们邀请到我们社会的记者 冠一来到现场来解析 冠一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啰 大家晚安 新外晚安 好 冠一其实我们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海沙屋其实是民国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时候 不肖建商用了不好的原料 海沙来盖房子 但是海沙的成分 其实久了之后 对于钢筋会有锈石的影响 但是我刚刚提到 这房子三千七百万 真的是超过很多人 可以负担的程度啦 但不想要有类似的经验 到底应该如何做 要如何去辨别呢 没错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新的屋主 他花了三千七百万 买到这么贵的房子 没有想到居然是海沙屋 然后觉得是蛮傻眼的啦 那其实他当时刚有提到 新闻里面有提到说 他是在装修的时候 就是发现说 我什么这边东掉一块 这边西掉一块 那旁边的这个钢筋 怎么会突然锈石 所以呢 他才去做检测 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这个呢 是现场这个新的屋主 他们提供给我们 就是当时这个杨烈这个房子 他的检测资料 他第一个呢 他是去做这个绿离子检测 可以看到他这个三个这个样本呢 这个有一个全部都是超标 而且呢最高的这个 居然是超标到了3.88倍 那么另外他还有检测 就是这个叫做抗压强度的这个部分 也是全部都是不合格 而且呢有其中一个最低的 甚至还是只有58%而已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其实大概刚刚新华也有提到 大概在70年代 70年到82年左右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有一批海沙物产出嘛 其实当时这个台湾的经济是快速起飞 所以这个建商盖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建商 他们是用了比较品质不好的这些建材 那么导致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了 很多的海沙物出现 而且呢是没有被检验出来的 而且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 主要是因为在民国83年以前呢 他们盖房子是没有规定 这个绿离子的这个标准是多少 所以呢83年以前盖的 盖出来的房子它有可能是合格的 而且它是但是它是绿离子超标 因为它当时并没有一个 法规没跟上 对当时没有制定这个法规 但是还是盖出来了 那么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你如果没有要求这个屋主 之前做过什么任何的 这些绿离子检测的话呢 其实屋主它是可以跟你说 它不知情的 而且呢你事后在求偿上面 也是蛮麻烦的 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 这个海沙物我们来看到 其实呢 这个专家也有 他们有提供相对的资料啦 海沙物对房子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呢 主要第一个就是这个绿离子 刚刚提到的它如果浓度过高的话 有可能就会导致你房子里面这个钢筋生锈啦 膨胀 或是呢旁边的这个混凝土呢 可能有可能会爆裂 那么甚至呢 这个钢筋氧化的范围持续扩大的话呢 还会有一些腐蚀的情况出现喔 那么如果您现在住的房子 它是比较老旧的话 你发现它有些臂癌啦 或是一些混凝土 有些剥落的情况 甚至呢这个墙面 有一些裂缝的情况呢 可能就可以来去尝试 来检测一下 你的这个目前住的这个房子 到底是不是海沙物 通常来说这个海沙物的这个检测费用 大概差不多是五万块左右喔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会检测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他们会检测像是这个钢筋的这个部分 它是有没有腐蚀的这个速率啦 或是它一些断面的粮侧 以及它如果房子有出现一些裂缝的话 它的宽度长度以及耐震力 那么刚刚提到呢 这个混凝土的检测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氯离子的含量 它到底是不是有达到这个海沙物的等级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 其实呢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应该都会 大家都会签一个就是这个 现况证明 对 现况说明书啦 那么如果你有没有什么漏水的情况啦 或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可能海沙物的情况 在上面你都是要勾选的 就是卖家要给你去 他们要勾选说 我这个房子到底哪里有问题 那你可以接受你在买 而且呢这个房仲 他们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房仲 他们都是要去构知这个买家的 房仲是有构知义务 但是呢有一些屋主他可能会说 我可能之前我从来就没有检测过啊 我在这边住了三四十年 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个检测 但是你其实可以跟他要求 卖方要提供相关的这些 绿离子的保证书 就是代表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检测 那么你之后买了这个房子 那我自己来检测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么才会有一些依据嘛 那么如果这个屋主 他是不愿意的话 那我建议还是不要买这个房子 会比较好 确实喔 而且关一刚刚也特别提到 现在老房子特别租多 前屋主住了三四十年 可能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交易之后在装潢之后 整个结构重新调整 会不会问题才会因此能显现呢 所以我们线上很多朋友呢 都说这个地点好啊 但是有的时候很多屋况 都会被装潢给遮盖了 而同时威廉也说要看屋局 有没有良心 会不会告诉你实话 可是我自己个人是认为 要看真的不要随便考验人性 如果是我可能会自掏腰包 就像关一刚刚讲 花五万块去验一个安心 对毕竟你花三千七百万 你多花这五万块 其实对啊就是差蛮多的 这是一个很大比大宗的交易 那这个销郎补土说 买中午买的是地段跟环境 那无人机长也说地段地段跟地段 那无人机长也开玩笑说 今天冠疫不是社会记者 是冠疫建设 提出一些建议了 好确实这个海沙屋的问题呢 现在大家如果是 对于台北市的老屋有兴趣的话 真的很有可能会踩雷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艺人杨烈 当初他买这个房子 他知道可能是海沙屋吗 因为感觉呢 是当地的民众都知道 这一批房子就有爆发过 类似的争议 那不晓得杨烈那个时候交易的时候 他到底知不知情 而知情假设知情 是不是又是卖给了下一手 而这现在还要买回来 原告又不愿意了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 对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 时机有到这个现场 这个他是在一个天母 虽然是蛮精华的地段 我那个地方真的是还不错 这是天母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路段 那么其实邻居就有跟我们说 现场其实整个总共有 323户左右 他们其实在房子刚盖好 就知道他那个地方 全部整排 全部都是海沙屋 所以街头巷尾里长都知道 对他们可能住 刚去的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可能他们住比较久的人 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是海沙屋 而且呢 其实杨烈他大概是在15年前 就买了这个房子 他住了15年 他不知道是海沙屋吗 所以大概是2000年之后才买的 对他虽然是接手的 但是我觉得他15年 多多少少可能感觉的出来 那毕竟他可能自己住的这15年 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他也觉得也还好 那他反正他就甚至 他也不知道这个海沙屋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当时呢 他是说他在大概15年前的时候 大概是以300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买进来 邻居就说他们 他有可能他们认为了 这个杨烈他可能是有小小的赔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15年前 他是以3000万的价格买进来 但是呢 他在去年也是2022年的时候 他是以3700万卖出 可以看到其实15年前3000多万 但是过了这么久 他居然是3700万 好像没有涨多多少 但是以当时的房价 跟现在的房价来比的话 其实天母这个地方的价格 真的是差异也是蛮大的 所以20多年过去了 通膨也涨得厉害 不涨的只有薪水 涨的只有房价 所以两相对比3700 可能跟当年的3000多万 可能是不想上下 对没错 可能3000还比较低一点 那邻居说 其实他们也有听说过 他们前任的屋主 他可能是有稍微包装 才卖给杨烈的 所以他可能杨烈当时是买贵了 所以他可能当时被当了 可能是伴之类的 买贵 那他可能有装华都包起来这样子 对那他但是他其实他还是住了15年嘛 因为他其实看得出来他蛮喜欢这个地方的 因为他毕竟他旁边的环境在还不错嘛 旁边是一个好大的公园 就是一个腹地很大的公园 就是天母就那两个是 他是其中一个的路边嘛 那么就是 但是他们说这个杨烈 因为他厂上台西 他可能会到这个 这个中南部地区 那么听说他在林口有另外一个房子 所以他也不是一直住在这个地方 他们有时候可能会找一些 帮忙带管的人 会来这个地方来维护一下这个地方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在2022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石家登陆呢 这个地方他这一次卖出去的价格 3700万是总价嘛 他一瓶居然才49.1万 这个是2022年的价格 天母有49.1万的房子 是蛮 惊讶的 这在台北市应该只能买到老公园 对没错 当然他吃老公园没错啦 但是因为他是75 75瓶左右的房子 这个面积是蛮大的 所以他总价才会这么的高 是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到底为什么要急着卖这个房子 主要还是因为 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 上次有一个案件是在2020年发生的时候 他们曾经呢被这个邻居投诉过 他在地下室的停车场车库旁边 这边养鸽子 在这边开一个鸽舍 就是让邻居真的是非常的困扰 因为呢 他在这个地下室的参户 把他变鸽舍之后 常常会有这些羽毛啊 或是这些会物 会飘出来 那么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味道非常重的问题 当时就有这个邻居他们就抱怨说 我每次走到这个地下室都被快被这个鸽子的味道给臭死了 那么这个杨烈他当时还回应这个邻居 他说我要养什么是我的自由 那你们不开心那你就搬走吧 不过呢最后这个情况还是被这个环保局开了一个劝导单 所以呢他们认为呢 杨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最后才决定把这个房子给卖掉 确实哦 就像冠义所说 这名人买卖房屋却买卖出官司 也牵扯出这海沙屋的问题 所以提醒大家 购买房屋呢 可能是人生非常非常重大的决定 在交易在购物之前呢 许多保障都要再三的检视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